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了地铁上 很着急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头 你怎么说呢 您好 您能还我手机吗 家宝 您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中文水平 还要问我 您好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替大家问了 其实这个特别的简单 就是打招呼的意思 在国外 Hello Hola Goodentuck Bundu 都是您好的意思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我在快餐店 点餐 明明已经跟服务员打过招呼了 说完您好 在取餐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 您好 您的汉堡好了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跟我说您好 他不认识你 他对你不熟悉 所以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头好的时候 他会用到您好来吸引你的注意 相当于英语里的excuse me 对 excuse me 没错 比如说 你要是想问路 这个时候 又不知道怎么开头 你会怎么说 您好 附近有地铁站吗 这个您好用的就恰到好处 明白了 你进入地铁了 发现人特别的多 要到站了下车了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头 怎么好呢 您好 您这站下车吗 太好了 这个您好用的也好 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了地铁上 很着急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头 你怎么说呢 您好 您能还我手机吗 我在快餐店 点餐 明明已经跟服务员打过招呼了 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头好的时候 他会用到您好来吸引你的注意 你要是想问路 这个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开头 要到站了下车了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头怎么好的 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了地铁上 很着急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头 你怎么说呢